大家平安 我们大家一起看《罗马书》十二章 十二章我们来看 第三节 使徒说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命令 教会里面 其实很多的问题都是 人的骄傲 人把自己举高而来的 也有人把自己太过度的要卑微 所以你要看自己以神赐给你的信心 那个生命看得合乎中道 然后在这个之下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在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 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各位 所以我们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我们懂得向彼此谦卑的时候 这个是带来我们之间合一的关系 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 会懂得各按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不是建立自己 所以下面马上会讲到 我们运用恩赐的事情 第六节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现在才讲恩赐 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 就当照着什么 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不要乱讲 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发预言 要按着神给你的信心 给你信心的感动来讲 或做执事 就当专一指使 或做教导 当专一教导 做劝化的 专一劝化 教会很多的施工 施舍的 就当诚实 智力的 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 所有的服侍 都是坐在神的面前 也坐在主所爱的人身上 各位在这段短短的经文里面 有一个重点 我们先抓住 这里其实有讲两样东西 一个是信心 一个是恩赐 各位哪一个重要 信心重要 还是恩赐重要 信心 对不对 但是各位 我们都懂信心重要 但是很多人的眼目 是先关注恩赐 为什么呢 因为恩赐带来施工 所以施工是很明显的 比如说我现在在服侍 用恩赐来讲道 用恩赐 我们姐妹用恩赐带领师哥 用恩赐治理 教主日学 招待很多的施工 我们会看得到 所以信心不太看得到 我们一个人 按着这个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面对主向主做 但是恩赐是都看得到 所以教会很容易 一不小心 卷入以恩赐 以服侍 以施工为中心 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 他讲到第十二章 罗马书是讲到 整个信仰生活 与神同行的 先讲到众圣徒在一起的时候 什么东西是最重要 信心最重要 信心是从哪里开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心是从 其实最小的信心是什么 就是你刚信主的那个信心 像芥菜种子一样 好像spiritual baby一样 这么小的信心 连那个最小的信心 也是比恩赐重要的 对不对 然后那个最小的信心 你要知道是会成长的 因为信上加信 按着神的恩典 你每一个礼拜 这样领受了神的道之后 你就发现 信上加信 这个生命里面 越有这个信心 所带来的生命的时候 然后到了时候 主给他一些的恩赐 主给他一些的服侍 主也给他一些的职份 那个时候 他以神所赐他的信心 合乎中道的看自己 也领受神给他的施工 给他的职份 他做出来的施工很美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信心 叫他懂得善用恩赐 不是滥用恩赐 你们了解吗 所以他在运用他的恩赐 他在做施工的 表现出来的东西 都是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带出来 他自己降悲 把主的恩惠献出来 所以人因他所做的 看见神的荣耀 阿们 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图画 所以这个也可以叫做 彼此谦卑的功课来的 各位谦卑 所以我们不太明白 这个谦卑 那这里 其实要讲的一个信息 就是彼此谦卑的图画 对 大家都是 其实按着主的恩 蒙恩 对不对 按着主的恩 得到信心 信上加信 然后一步一步成长了 然后有一些人有恩赐的 然后呢 他按着他的信心来使用恩赐 按着信心说预言 按着信心来治理 按着信心做执事 做出来的 整体受益处 不但整体受益处 自己也受益处 因为从信心出发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 我为这次案例典礼 特别祷告的事情 我们今年呢 有执事案例典礼 然后年底呢 又有长老案例典礼 我们教会 一来都是 就是很少有这样的 机会 有这样的案例典礼 所以今年好像是一个 案例之年 上帝预备 这个教会的整个领袖层 建立这个教会的权柄系统 所以今天我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不敢轻忽 我就说 主啊 祢给我一句话 祢给我祢的指示 在这个祷告会 我能够把 祢给众人的感动带出来 好叫我们众人知道怎么祷告 也要受案例的人 要知道怎么祷告 也观目这个案例的人 他们知道 他们的责任在哪里 所以我今天定了这个主题 我们向彼此谦卑的事情 各位我们来讲一讲 这个谦卑好吗 humility 这个谦卑呢 我可以跟各位说 我们众圣徒呢 其中一个最重视的美德 就是谦卑 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 自己亲口也讲 对不对 你们中间谁为大的 先怎样 要做众人的仆人 这句话很清楚了 你们按着信心的大小 看自己何乎忠道 其实这些都是提示 圣徒需要谦卑的信息 教会一般很看重 这个谦卑的表现 比如说谦卑的态度 谦卑的服侍 谦卑的待人 但是各位 一定要明白的是 当神赐给教会 这个谦卑的嘱咐 不是没有权柄的 你们听得懂吗 那谦卑里面 把什么 把神的权柄 把神的能力 彰显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大家 谦卑的结果 我们一定要问 那神做主 那神做主的时候呢 神在当中 众圣徒当中 祂怎么做主 所以使徒 以福所书讲的最重要的 神赐给教会 最重要的 那个职份恩赐是什么 首先是什么 使徒 先知 然后还有什么 传福音的 牧师 教师 那么我先这样讲 使徒 先知 还有没有 我每次强调 使徒先知是做什么的 圣灵透过他们 末世 叫他们写旧约跟新约圣经的 这个叫 使徒和先知 一定要记得 现在什么忽然间 什么NAR movement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个是最邪恶的东西来的 因为上帝已经定的 使徒和先知 他们得到的这个职份 这是独有的 我们信徒的信心信仰是建立在哪里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换句话说 使徒写的新约 和先知写的旧约的那个根基上 然后我们传福音 我们牧养 叫牧师 对不对 我们教导众人 在这个根基 这本圣经 这个圣经所启示的福音的真理的根基 传福音 教导牧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这边 整个教会的权柄系统 服事系统 从领袖城系统 全部建立起来 从这个地方 所以 讲完这个东西之后 他所赐的 使徒先知 什么 传福音 牧师 教师 然后使 众人 什么 各按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有没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话都是你们要好好思想的东西 都是圣经讲的 所以很严谨的 一句一句的 然后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就是 这个教会彼此顺服 顺服上帝的权柄 顺服上帝所定的领袖权柄 然后带来的一个结果 各按其职 都建立基督的身体 多么美的一个图画 所以我们对这个谦卑的字 一定要明白得清楚 所以谦卑不是懦弱 你的谦卑 有没有能够保护主的教会 你一定要问 谦卑也不是礼让 我们 哪里哪里 你来你来 我们做事工的时候 每次这样 对不对 有时候牧师问 大家是 故意谦卑还是什么 我心里面这样问 其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问真的谦卑的时候 是怎样的 做治理的 圣经怎么说 做执事的 我要怎样做 施舍的要怎样做 做主日学老师的 做各样的事工的 谦卑的人不是礼让 不是礼让精 谦卑的人是 知道神托付他的 在那个时候站出来 因为这是神托付我的 明白吗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要明白的谦卑 要担任神 于教会 托付我的 所以谦卑不是礼让 要以谦卑的心 来完成神托付我的事工 这个叫谦卑 然后谦卑也不是什么 谦卑也不是虚伪 这个东西我们也知道 谦卑 这个是当然的 外面很谦卑 里面 暗斗 争斗 对人很多看法 不满这些东西 我以前 刚到大陆去 我每次讲这些见证 不但大陆 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 就建立教会的时候 教会有一件事情 很辛苦的是什么 就是每次 中国是在的时候 大家都很谦卑 大家讲的话都是彼此顺服 表示顺服 我一走之后 来了 就是暗斗 那个暗斗就显示出来了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看他这样做事 看那个领袖这样 那个传道人讲话 我不听不接受 这些东西 下面很多的声音 我心里面想 可能那边的传道人 还没有这个领导能力 能够带领的好 但是无论怎样 这个传道人是上帝 还有众人一起 同心协议祷告当中设立的 那么他不够的那个地方 下面的人是感觉得到 因为每个礼拜要受他的牧养 听他的信息 看他的决定 这些东西 可能不是很舒服 有些地方 但是呢 谦卑的表现是 你可以有提议 但是你绝对不是 把他拉下来 你是要帮助他 能够完成神给他 那个职份的托付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你在下面这边一点声 那边一点声 这个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要 不是把他拉下来 你有提议也好 还有什么 不是拉他 乃是怎样 要帮助他 让他做得更好 那就对了 对不对 我们人不完全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遵照神的原则来做 我们问心无愧 我们有无愧的良心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明白吗 圣经是好像 禁止 要照明我们心中的 让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应该 处事待人 对主的教会 对众人应该是怎样 有时候我们 教会现在大起来 牧师一直强调 我们可以的话 大家参加小组啊 什么这些东西 当然我也懂 小组长各位一看的时候 就知道 每个小组长的恩赐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当然年龄层也不一样 当然传道带领的 跟一般弟兄姐妹带领的 当然是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各位 绝对记得 小组员呢 有自己的preference 喜悦 但是你一定是要 帮助那个组长 完成他的托付 这边讲一点 那边讲一点 他不好 他什么 那你要带领吗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学习彼此谦卑的 当然我们众人都要受牧养 但是有时在受牧养当中呢 有上帝的一个教导 教训 使我们众人懂得 怎么彼此谦卑的 那个 主造成的那个情况 也会出现的 所以你在一个教会里面 就有些三年 五年之后呢 你学到什么 有些人 来到这个教会 什么都要最好的 每次要做上位 所以一定要最好的牧师 传道来牧养我 教导我 什么都是最好最好的 那个东西 一直在领受 但是呢 你没有遇到一些 有一点感觉不理想的情况 有时候 有一些摩擦 也好 这个当中 你会学习什么 叫彼此谦卑的 所以这次 我们教会 有这个案例的时候呢 我刚过的礼拜天 我跟我们几位监督们 长老传道 还有我们首席指示 我们一起开会 我说这次 我们教会不是常做这样的案例 但是我说这次我们一定要很慎重 以前我们教会是开始的时候呢 什么都不懂 头不懂 尾不懂 什么这样就 开始我们教会二十多个人 我最近打扫家的时候呢 师母就拿了一个照片出来 以前我们算了二十八个 有小孩子在里面 这样算二十八个人 我看一下 好像差不多三分之一 很是不在了 没有看 三分之二还在我们当中 当然 有一些是去了其他的教会 有些是出国 当然也有跌倒的 也有 那我说 那到今天 那时候我们 只知道有一个教会了 那需要服事 然后呢 我们就当中最 看到一直在跟从主的道的 七个指示就安理了 我牧师也是其中一个 以前是指示开始的 那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到现在我看一下 除了一位也没有落伍的 那以外呢 都是在主面前 忠心这十八年这样服事 后来断断续续 有一些指示们也被安理了 那么 我就 就越安理的时候呢 也特别不是在安理的事 特别到国外建立生命堂的时候 也安理的时候呢 有时候叫我最难过的就是 有这些被安理的人落伍的事情 有时候他也有问题 有时候下面跟着他的人也有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呢 是非要谨慎不可 因为这个谨慎的缘故 我跟你们讲 所以我们职份不是随便给 你们知道唐从容牧师的教会 我是有一次听他讲到他说的 他就建立他伊尼堂的时候 十多年没有指示 十多年只有他好像一个人 在台上这样带领 然后就给任务 施工 没有职份 有些人就开始攻击他了 这个教会什么教会啊 这个教会十多年没有一个指示出来 他说 其实我是很谨慎 每次看看看到一个好像是 但是还是觉得不是 所以他谨慎到最后 十多年了 好像一个人一手遮掩 所以他就攻击他 好像是这样 其实他是很谨慎 他是不愿意一个人受委托之后 然后过后跌倒 即便跌倒是无可避免的 对不对 连保罗的同工迪马也后来跌倒 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无论怎样 在神的面前尽量这个地方谨慎 所以今天我听说 差不多八十多九十位弟兄姐妹参加祷告会的时候 差不多教会的三分之一 我们现在两堂崇拜 差不多三百个人 你们三分之一人一起领受这个信息 然后怎么为教会祷告 在这次的一个案例 主给我们几样东西 当我们说我们慎重的话 第一 在这个案例 对这个三位知识 我们今天三位知识都在这边 对不对 我们林弟兄 成吉还有慧言 对这三位 要清楚知道 这个职份是神所赐 也是 借着众人的按手而得的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换句话就是因为 是众人所认定的 所以他们 首先要做的是这样 谦卑的领受 这个指分 不是恐惧的心 牧师逼我做指示 有没有 或者抗拒的心 谦卑的领受 因为神给的 神借着众人的认定 认同来给 所以谦卑的领受的意思是什么 主啊 这是何等荣耀的指分 先是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先跟你们讲 当你们做了指示之后 做久了 我们当中做久的 你们会看到 然后开始 累 有工作 有家庭 有教会 随便啊 随便啊 教会东西随便 你会这样的 人嘛 有哪一个人不软弱 对不对 所以有一点 这样的很轻忽 教会的事 工作的事就认真 家里的事认真 教会的事打开打开 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有这样的案例典礼的时候 忽然间 其实这个是骄傲 为什么呢 因为我当初在神的面前 领受这个指分 是何等荣耀的 谦卑许极的 这样领受 有时候软弱了一部分 忽然间 把主的家的事 慢慢 很随便的这样当 随便的这样看待的时候 忽然间 感觉到 自己的骄傲 感谢主 原来服事是这么荣耀的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为什么有案例典礼 案例典礼 慎重的意思 就是让被案例的人 也曾经被案例的人 都会知道 这个指分 不是人随便疯 乃是神施的 也借众人的认定 众人的祷告 来按守得着的东西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片真理 一定要了解的 不然的话 就随便这样 好像一个仪式这样过的话 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的 这个事情上 所以我今天特别讲 这是第一 对被案例的 跟曾经被案例的 第二 我们众人按手的 对不对 我们众人按手他们 众人心里期待 祝福这些指示们 你们带着敬重的心 顺服他们的职份 和他们的领导 顺服牧师 长老传道 甚至指示 还有他们 所得到的圣灵的感动 来带领 有根有基的带领 这个教会 一直到今天 过去几个月 有很多人问我 不少 问我 或者问长老 到底我们来到这个教会 我们要怎么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 他们问 后来我也傻了 怎么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 我做牧师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因为 我 诶 志明长老 怎样成为教会的会友 Membership form 那个东西 因为每个教会都是这样 Membership form 但是我自己觉得 Membership form只是天黑 谁懂 填了丢在那边 后来等下换教会了 也是一样 有些教会也不用管的 也不用跟牧师讲的 反正我们教会这么大 几千人 今天来明天走 也没有人管 所以这个Membership form 虽然重要 Membership form 这个表格只是为了 教会多认识你们 然后知道你们的家庭情况 你们的电话号码 联系 受洗 还是什么 差不多懂一下 你们的灵命属灵的状况 懂一下 而已 这是表格方面的 但是其实 你要归属于这个教会的话 你一定要归属于 上帝在这个教会 所设立的权柄系统 也这么多年来 所传扬的信息 也借着牧师 是长老传道 还有所安利的同工们 执事们 他们的服事 如果你来到这个地方 你说某某执事 我才不管他 我觉得他不像执事 慧君传道 上来讲道 我不接受 他是姐妹 我是不接受姐妹 讲道 还是什么 还是牧师 怎样怎样 长老 好像对整个教会 这个为什么是点水 不是进水什么 一大堆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如果你有 一大堆这个 我不能说 你不能成为 我们的会员 你可以填 membership form 但是你会很辛苦的 因为上帝在 这个教会 这个祭坛 也这十八年以来 他的带领 是这样的 所以你忽然间 来的时候 不符合我的胃口 但是没有办法 填membership form 那没有意思 因为那个精神 你得不着 你看不到 神在这个教会 用云柱火柱 亲自的带领 所设立的 那个权柄系统 跟这个权柄系统 所带来的 那个运作 所以你们会听得懂 这句话吗 所以你问我 要怎么成 我今天终于搞清楚 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一来都觉得 这个membership form 填来做什么 连我自己都觉得 填是为了要知道 大家的资料 但是你真的要归属于 这个教会 他们怎么知道 我们董音姐在这边 董音姐跟女儿 还有我们勇之弟兄 几个礼拜前 忽然间跟我谈了 两个小时 他们很慎重 我就 他到底什么事情 原来他们谈来谈去 就是 我们已经来了两年 我们正式要加入 归入这个教会 那天他们就跟我 谈了很多 他们也说到 我们的背景 在灵恩教会 牧师接受吗 牧师的教育 什么 我很欣慰 我就心里面想 他们问我这个东西 那我应该也很坦白的 对不对 当然 我们灵恩教会的弟兄姐妹 牧师都接纳 对不对 我教你们弟兄姐妹 但是我也开门见山地讲 这个教会的教导 教育 接受的跟不接受的 当然我没有办法说 这个教会教导的 你们全部都能做到 我也做不到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我们是 继续在做到的过程 继续在做到的过程的意思就是 我接受 那个教会里面的教义 领袖层所带来的 那个领导 接受 这样才可以继续在做得到的时间表里面走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你归入教会 所以讲回来 所以对众人 现在我们190个人 下个星期五 我们也只有到 只能容纳190了 我们就这个数目只要停了 在这个人 大家一起参与 还有在网络上 一起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带着这样的心 主啊 我们众人都一起举手 就是安利他们 然后他们是主为我们定的领袖 那我们顺服他 不但是他们做得好 做得像一个执事 我就顺服他 不是 一定是我从此以后 用我的顺服来 怎么帮他完成 他的职份所要求他的 明白吗 这样就对了 那这个就是顺服了 所以比如说 会员在哪里 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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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比如说会员姐妹 她做这个圣餐的东西的时候 如果 不是这样的 有规划 大家是在帮助他的时候 一定是 一定是要帮助他怎么完成的人 因为他也第一次这样做 明白吗 曾经有曾经有 灵机兄弟们 其他的指示们也是一样 怎么帮助他们 那这样的对了 那个精神是对的 我现在讲一句话 那你说 我们就顺服领袖们 被众人安利的 那 除了这个以外 如果我们有一些需要 或者我们有一些看见 你们可以提议 你们可以要求 你们也可以给领袖们一些挑战 比如说牧师 我需要你来探访 长老 你讲的这个东西 我需要你多加以解释 传道或者怎样 小组长 指示们 教会有这样的事情 请你们关心一下 可以不可以 如果你们这样带出来的话 反而给领袖们 是一种很积极的挑战 你们听得懂吗 很积极的 很好的 因为你们会告诉我们说 你们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呢 我可以跟你们讲 你们对领袖们 对上帝所安利的 也是众人所安利的 你们能够 你们顺服 但是你们能够挑战 你们可以 挑战的方式是 要求 给你们一个例子 其实几个礼拜前 我们友军的父亲 还没有过世前 在农历新年的第三天 刚好是星期一 他早上忽然间打电话 说牧师 牧师你来看我爸爸一下 我爸爸现在状况很不好 整个人好像呆呆的 好像没有反应 来一下 我那天好不容易 抽到那天 就是要跟我的孩子 去圣讨杀 很久没有跟他们出去 刚好那天没有上学 然后我心里面想 师母也有时候 就有载着他的父亲 去医院 但是有一个弟兄向牧师要求 无论怎样 我自己怎样忙 也是要抽空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这样开车到他的家 看到他的父亲 好像昏睡 然后兼顾整个家庭 然后再回来 还好他这样要求我 因为下一次我去他的家 他的父亲已经离世了 就是回到主那边了 你们明白吗 所以有时候 弟兄姐妹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有时候我们讲顺服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就我们顺服 那你可以要求 反而是好的 所以这个教会 绝对不是说 哎呀不要讲了 等一下牧师不开心 长老不开心 不是 你们有敬重的心 尊重他们的职分 向他们有疑问的东西 问 有需要的东西求 这个 那我们绝对有这个义务 要这样的 可以做到的 尽心尽力 牧养主的群养 这样做 你们了解吗 所以 我说 最终 这个整个案例 所带来的 一个好处就是什么 给 难道只是那三个人 受案例吗 把这个案例里面的 整个的精神 带给 整个教会 每位弟兄姐妹 尤其是我们在一起相处 服事当中的时候的 那个精神 带下去 你们了解吗 所以这个叫上帝设立的 全病系统 全病系统里面的关系 就传下来的时候 众圣徒是应该 要怎样 彼此谦卑的 你们理解吗 所以 所以讲到谦卑的时候 所以 传下去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这个事情一定会出现的 圣工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教会 对不对 你就发现 教会里面 充满圣工 这是上帝定的 连你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 起来之后 这个椅子 摇了 不定位了 一定要有人去椅 对不对 这个门要有人关 灯要有人关 冷气要有人 这个是一定有的 整个教会里面 是充满圣工的 各位 当我们讲谦卑的时候 我们向彼此谦卑 难道这个只是一个样子 弟兄 每次来鞠躬一下 一定是有圣工的 为什么要圣工呢 因为在圣工的时候 你要用心 用力 要辛苦 要忍耐 要每一个礼拜做 有一些东西 来怎样 来叫旁边的 那个弟兄姐妹 得益处的 所以如果你讲 我们向彼此谦卑 那圣工在哪 那个很实质的东西 那个很实的 就是圣工了 所以一个教会里面 没有圣工的 全部舒舒服服的 只有两三个人在跑 这样 这个不像教会 这个不像家 对不对 家是 大家一起出一份力量 叫彼此得益处的 所以 知识的知识 治理的治理 专业的治理 施舍的甘心 很多很多圣工 对不对 你们有发现 那么在这个圣工 你们会发现 我们做的时候 各位 牧师给大家一个例子 有时候我们以为 有一些圣工是很固定性的 这样做 但是教会的圣工是无限的 能够到多少就多少 对不对 能够多好 做得多好 多全面就多全面 但是也没有办法 这个圣工也没有办法 达到一个地步 可以满足所有的人 所以圣工是无止境的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 无止境的 能做到多好就多好 有些人觉得 这个教会这样 音乐这样更好 这个讲台怎样更美 或者有一朵朵花更好 就这样 对不对 我不是叫大家 下个礼拜全部买花来 就这个东西 你们了解吗 这个是你们自己看 自己看 当然也不是说要买 东西一定要放在这个地方 你们明白 很多方面的 音响怎样的更好 让大家更舒服 还是什么 讲一个简单的东西 我牧师长老们 为什么我主日 每次留到五点 六点 七点 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留下来 你会以为牧师没有事做 喜欢留在教会 其实留在教会 就是一个圣工 你们知道吗 留在教会的这个圣工 也是表示牧师的谦卑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职份来讲 就是要牧养大家的 如果周间 我很少机会见到你们的话 周末我留下来的时候 我的意思 我传达出来的讯息就是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help 大家有没有事情需要问牧师的 或者需要牧养的提议的 我的意思是这个 如果说没有 没有牧师 你不用每次留下来做医生 我们没有事 那也好 不做医生也 我想认识你 既然你留在教会 你要坐下来多谈 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有时这边谈了 那边谈了 那边逃命 有时去婴儿房 有时去逐日学房 走来走去这样做 一直到你们全部送走了 送走了才走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彼此谦卑的服饰 你没有这样做的 没有这样圣工的 很实际的那个圣工 你怎么叫谦卑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会知道 圣工其实有两种 圣工一个是义务性的 义务性的东西就是定的 你们每一个司工者 指示什么或者招待什么 影响全部 你们已经有义务性要做的东西 你们明白吗 所以那个是 不但是众人托付 教会托付你的 也主托付你的 所以有一天 如果你忽然间 我们树营不谈情的话 忽然间怎么办 对不对 会义务性的东西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羡慕的 这个很重要 羡慕的是 不是有任何的人要求我做的 这个是我分内的 这个是没有人要求的 但是我羡慕教会的事 我看到教会有不足的地方补上去 有需要照顾的人 特别那个地方照顾他 需要多花时间的 我就拿出时间来 关心他 没有人要求我 但是这是因为我羡慕三宫 有些人喜欢这个 影响做得更好 或者哪里做得更美 整个教会 他自己祷告 然后求我 牧师我这样做可以吗 羡慕 所以你们会了解吗 所以教会才会继续发展的 当然我跟各位说 牧师从今天开始 我们都要羡慕 我们只做我们喜欢做的 那这个不要做也完蛋了 你们了解吗 有些人就喜欢做自己的东西 那个不叫羡慕三宫 这个也要有 这个也要有 两个都要有的 有义务性的 该做的应该要做的 也要做得更好 不要随随便便 然后呢 在你继续得着更高的职份 更谦卑的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从那时候起 你不只是留在 义务性的圣工 你是会发现 有一些圣工 是你如果不做 没有人会做 你看到了 如果我补上去的话 主的家主的店 更荣耀 更美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 整个教会能够继续这样成长 接着什么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 像彼此谦卑的表现来的 所以这次的案例 其实要带出来的 种种的一些眼光 精神 要给整体教会看 整个的运作是怎样 这教会是一直在成长 没有一个施工之人 我已经做得尽善尽美 无论怎样再美 还有更美的 还有更好的 有些事务做得好 但是呢 关系要更打好 有些关系很好 整天讲话 事务没有做 对不对 也不能 所以都要再进步 愿主接着这个案例 就带来给我们很多 对教会 教会观的这样的认识 所以这个荣耀的教会 这个建筑物这样的 你们做的 录制的 其实主在灵的 什么都不用了 对不对 我们亲自去建筑了 但是呢 我们在主里面 谦卑的做 像众人所做的 主会记得的 那就成为我们的冠冕了 愿主祝福大家 好吗 好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今天 这短短的时间里面 主赐给我们 这篇这么 关键的信息 尤其是我们的 安利典礼要来临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不是只有几个人的事情 这是整体教会的事 我们刚到这个教会 不久的人 我们大家都 都可能在摸索 在观看 也查验 很多的事情 主我们盼望 透过这个整个案例的过程 还有你给你仆人的道 也教导的 特别是让我们更深一程 更深一愁的明白的 有关主的家的事情 经过这些之后 我们更加的融入这个教会 在主里面各按其职 建立主的身体 把福音传给主的圣民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感谢你 祝福我们等一下一起交通的时间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民 阿们 有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